今天的華視一郎要帶領重溫藝術大師李時喬的創作 出生於日誌時期的他是台灣第一代西畫家 作品中帶有對時代的批判 這個畫作呢色彩也相當的鮮明 而且他不斷的創作 還被譽為是畫壇萬米跑者 繼續透過我們的鏡頭 帶你來到新北市藝文中心 來看看李時喬紀念特展 超過250公分高的巨幅畫作氣勢輝紅 但畫中所呈現的主題更有些沉重 勞動的人們和沒有衣服穿的孩子 包圍著穿著整齊的公務員 形成強烈的對比 貧富的差距 然後也反映出了老百姓 他們一種生活的困苦 以及這個社會高層人 他們的一種趾高氣餡 或者說他們一種優渥的經濟的優勢 藝術大師李時喬出生於日誌時期 對時代社會的觀察細膩 尤其在戰前戰後時期 更是他的寫實風格大爆發的年代 到了228事件爆發 氛圍相當敏感 李時喬所創作的這副大將軍 被隱藏了好一段時間 直到解嚴才終於重見天日 他是一個建構台灣美術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風格標杆的人物 這樣的一種會有風格 這當時是非常鮮明 甚至是帶有一種政治的危險性的 從早期的風景水彩化 到中期的社會顯示風格及後期的抽象主義 都在特展中完整呈現 同時還將李時喬創作的重要基地 位於新生南路的畫室 原汁原味重現 看得到李時喬在當時所使用的畫具和物品 在8月8號前 都可以走進新北市藝文中心 感受李時喬生命的旋律 記者林欣張正杰報導